日本内阁昨天发布了月度经济报告 下调了该国经济的评估 这是五个月以来的首次 报告说日本经济依然处于复苏的轨道当中 但是暴露出许多薄弱的环节 并且还存在下行的风险 近期将可能看到经济放缓 分析人士就表示了 消费支出微靡不振 日本政府需要有更多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来提振经济